台北科醫大學在找他所缺少的校地 他4000位學生 拜託講聽好嗎 你不要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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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用說什麼 批車不要這樣 我才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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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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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酒 米酒 學長最重要啦 砸個屁啦 如果說 這個啤酒廠生長啤酒線 是一個重要的歷史文物 一個產線的話 台九全國啊 超過20條生產線 20個工廠 啤酒以外各種水果酒 紹興酒 紅綠酒 各种酒你想得到的酒葡萄酒都有那些都有历史价值 所以不要用这个虎的 我们台湾人两件事不用政府担心 第一件喝酒第二件赌博 人民自己会推广啤酒文化很好 大家有看吗 一街资格 建国啤酒一街资格过去 长安东路是啤酒一条街 要推动啤酒 那是酒醋妹的责任 酒醋妹的工作 我们国家有更重要更严肃的事情 我们有科技有学校有教育要发展 我很沉重的跟各位报告一句 投资教育就是投资未来 所以政府从中央政府的十几年来 帮台北科技大学在找他所缺少到的校地 他四千位学生 拜托讲清楚好不好 你又不说啦 你不要用拜托 你不要说 你不要说 李长不要这样 李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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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星級的百貨 六星級的飯店 不缺一棟 六星級的百貨公司 但是我們臺北市欠缺一所百年素人的好大學 臺北科系大學造就的人才無數 帶動了我們臺灣的工業 你怎麼跟王爵我等會來外面 你怎麼等會來這個 麻煩請理長先出去 我說理長麻煩你先出去 如果要王爵來外面 理長你先出去 我會請 丁小啦 那麼多理長都同意 就你一個講謊話 今天到場多少理長 只會講謊話你 我跟大家報告 這個所謂的文師團友 我認為他不足以代表 人家全體多數的文師人士 是如何溫和他們冷靜的看待這些事 學校如果要保持文師的話 學校有建築系 有土木系 有材料工程系 他們有專業的人才 知道如何來維護這個歷史建物 請問如果八方他們現在的意思 文師人士他們可以來承攬啊 承攬另外政府要另外一筆費用啊 好幾千萬每一年 那才是大的利益 被他們搞了幾十年就是搞這樣 學校 那如果生產線要維持 他們老一輩的 台九公司要把這條生產線廢掉 所以三十七個工人欲缺不補 好吧缺到一個程度 生產線才是真的消失 如果要把這個生產線維持 或保存的話 學校才做得到啊 學校可以交學合作 產學合作 他學生 他這部分的系所的學生來支援 不會因為員工的減少啦 欲缺不補 生產線反而斷掉 那麼如果地方需要綠地空間公園 學校說開放的啊 不只台北科技大學 好多學校 台灣大學他也是開放 給周到所有民眾可以共同使用 所以現在反對者講的這些理由 完全不成理由 我再一次最後我強調一句 那個次長 各位合定的學者專家們 我今天跟大家報告 我們台灣不缺商業大樓 辦公大樓、旅館、飯店 但是我們缺一所百年出門的好大學 這一所學校跟中華民國同年 今年中華民國123年 這個學校剛好113年 他本身也是一所有歷史 有文化的一所好大學 那投資教育才是投資未來 才是我們現在應當做的 要喝啤酒 要紀念啤酒 一條街之隔 長安東路 啤酒一條街 好 謝謝 好 謝謝